来继续 那就最后面对最后面吧 OKOK这场比赛马上开始 不错机会 老队友陈伟强 完了 我打包了 一手凉凉送给你们 你觉得谁会赢 白色 你觉得谁会赢 白队白队吧 好我们来看准不准 杨奥哲 你这边已经三分 杨奥哲 杨奥哲 三分 绝杀 bye 是 杨奥存 付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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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可能在爱情和梦想之中 很果断选择了梦想吧 对于爱情这块 我可能会后悔 因为有一年确实是处于 很后悔这个状态 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我在冬训或者夏训的时候 全楼只有我一个人 然后宿舍的其他同学都回家了 我这些情绪啊 心动哀乐啊 只能是自己去消化 然后身边没有人陪着我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孤独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孤独的 在训练的过程中 挺好的 挺享受孤独的 自己在这种沉溺中 去琢磨去想 还能想想通很多事情 像一处一日的这种训练 单一的训练 陪伴着我 在孤独中是一个量的积累 然后到了训练 到现在的我 就是一个值得变化 反正一步一步吧 就是真的是一点一点见证了 他在打球这条路上的成长 以前可能打比赛什么 他会切场啊 现在呢 他感觉是在享受这个球场 享受打球这个过程 他以前是个灵活的死判子 然后现在变成了那个 变成说他是砍分机器 我觉得什么时候 我可以翻译我自己的梦想 或者说什么时候 我让全国人知道我 说北京体育大学 有一个技术就好了 我觉得这时候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这时候是我想要的 所有的球员注意一下 原地休息十分钟 有没有想特别对战的人 艾佛刚啊 我想跟我的室友艾佛刚 这些人都想对艾佛刚 对我们被封杀的蓝颜 我们这次来主要都是想挑战他 对不起 大家好我叫 颜卫章 别名艾佛刚 我来自湖北武汉 从小学的时候 别人就这么外号叫我 颜卫章 颜卫章 还 叶卉刚 叶卉刚 但你那么喜欢艾佛申的话 你天天说艾佛申 那你就叫艾佛刚吧 这样非常的纯粹 Scar 这个舞台就是我们选手的battle